南投縣東光國小歡慶百歲生日 又新逢兒童節到來 與池鄉工作鄉民代表會 聯合各界擴大舉辦慶祝活動 除了精彩的東泰表演 還有靜泰展示學生在各領域的學習成果 靜泰部分除了學生的作品以外 我們也邀請社區書法 還有陶藝 還有這個雕塑的一些社區的大師們 來共同展出 小紅帽 這個送給妳 是小蛙 謝謝妳 居民兒童劇團 受邀到東光國小演出創意巨馬 大野狼 拯救小紅帽 與全鄉八所小學和幼兒園小朋友 慶祝兒童節 許多童話故事裡的主角 依依現身和小朋友開心互動 喜歡 因為這裡有很多故事 而且很好笑 不管在視覺還是聽覺上的 那個比較豐富的層次 對 然後鄉下地方這樣很難得的活動 就是我們家長也都會很願意 來一起共享這樣子 學校要滿100週年 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這次我們藉由兒童節這個機會 跟著校慶一起來舉辦 將劇團 高空音火秀 以及我們的圓遊會 一起在東光辦理 讓我們這個平常 非常寧靜的小村莊 變得非常熱鬧 劉啟凡特別安排專車接送 邀請全鄉孩子來參加 為偏鄉打造文化環境 也有企業重視品德教育 捐贈優良讀物 給八所小學當作補充教材 讓學生從小投野良善的品格 一同歡慶兒童節 新唐人野特電視 蕭振忠 林佩雲 台灣南投報導